知不知道剛才你聽的那些是甚麼來的 嗯 英文 英文 知不知道是甚麼歌 不知道 你喜歡聽嗎 喜歡 但我不懂英文 歌劇有人以深奧高尚來形容 歌劇是否真的那麼難理解呢 為了將歌劇帶入社區 香港歌劇院自2008年起 走訪各區的中小學 舉辦小型歌劇循環演出 四位本地歌唱家 以輕鬆的音樂 有趣生動的故事和小朋友互動 換起年輕一代對歌劇藝術的興趣 你和我的英雄 說你愛我 我永遠愛你 歇到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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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gger eric 英文不是第一句 la Ronnie 不是最重要的 第一 19 也會有字幕 其實 nein 不需要每一個字的提醒 但是 你期待整個劇情 就是大概可以猜到 原來他們是一對 原來他們是不對的 歌劇是一個綜合的藝術 可能喜歡聽音樂的話 會留意多些個館員樂團 喜歡看電影 可能看我們演戲、表情 喜歡看一些藝術的東西 可能後面的背景 或者我們的道具很美、很真實的 衣服 有很多東西可以看 看歌劇之前 都可能盡量會做十分鐘、十五分鐘入場 那場刊就有了整個故事大綱 你看完明白了 然後你再進去 它都有字幕中英文 大概知道了故事大綱 你再補充一點細節就已經可以了 我們就很簡單表達 可能我們有生氣、愛情 或者是很簡單、很貼地的題材 讓我們覺得歌劇是很貼地、很容易接觸 讓他們知道原來他們也有機會去學 或者將來也有機會成為我們一分子 我們很投入、也有互動 希望他們將歌劇的種子種到他們身上 希望更加人認識 更加人喜歡這個藝術 嘉華國際自2013年起 成為香港歌劇院榮譽贊助 積極向香港歌劇院推行各項的教育和外展計劃 啟發學生對歌劇的興趣 以及開拓他們的創意領域 同時,提高大眾對欣賞歌劇的認識 你有興趣去唱歌劇嗎? 也有點興趣 因為本身自己也想演話劇 然後唱歌也不錯 我本身會覺得很悶 因為我開始以為聽歌是扣別人唱 誰知道最後覺得故事很有趣 你喜歡唱歌嗎? 你想不想好笑他們嗎? 我想,但我怕我唱得很難 事實上只要用心去感受歌者的情緒 聽歌劇之前做一些功課 了解一下故事的內容 即使是法文或意大利文 都不會阻礙情感的交流 讓我們一起學懂欣賞 細味歌劇的魅力